我們剛剛看美國那個貝爾科德堡 兩萬五對不對 對 這個 2000英鎊就買到了啦 哎呦 這麼便宜喔 2000英鎊 跟現在比的話 就相當於現在的6萬英鎊 不管是2000英鎊還是6萬英鎊 因為經過通貨膨脹 你現在要以175萬的英鎊 賣出去增值幅度 跟貝爾科德堡一樣 也是30倍 所以大家就要想說 哎呀 這些古堡 為什麼都可以賣這麼高的價錢呢 立剛 當然是那不可傳說的力量 不可傳說的秘密 不可傳說的影像 這就是中外對於鬼的觀念 最大的不同所在之處 現在的這個時候 大家都在等著是什麼 明天江一化 究竟能不能站上那發言台 可是呢 等一下來到我們現場 還有誰呢 立法委員蔡荒郎 他就會來告訴你 究竟他們民進黨 要不要讓江一化上這個發言台 但是呢 在現在的這時候 這每個人都頗具輕機哦 真的耶 其實我相信現在 雖然是禮拜一 距離明天還有快24個小時 但觀眾朋友都很關心 明天江一化上台 會不會鞠躬 會不會叫王院長 會不會又被杯葛 無法做施政報告 可是雖然江一化 他現在可能上不了台 但有一個人是已經沒上台了 沒上台誰啊 當然就是王金平啊 沒辦法上哪個台 他沒辦法上五人小組的台 不是說停了嗎 立港 你不要被颱風弄得昏頭轉向了 你還記不記得上禮拜 我曾經跟你講 我說馬英九 每個禮拜一舉行的五人小組 會把我取消了對不對 是啊 停了 可是我是不是在這邊講得很大聲 我說但我收到的消息 暗地裡還是會開 等一下 有印象吧 還是會進行啊 然後我是不是還講 我說只是王金平來不了 但是可能小辣椒會來 或者別的人來 比方說像是林宏池 好 小辣椒我猜錯了 等一下 林宏池我猜對了 他代替了王金平 也就是說現在呢 總統府這邊講得很好聽 說五人小組我們不開 是因為呢 現在好像沒有這個需要 但是呢 他們現在卻又重開 卻說那是因為 這叫黨政會報 不是五人小組 其實講白一點 你馬英九五人小組之所以不開 因為你不想見到誰 王金平 翹著二郎腿的王金平 可是你又必須要跟什麼 必須要跟國民黨 必須要來個 比方說一些溝通或什麼的 所以你就叫林宏池頂替 這樣你懂了吧 懂了 好 就黨政會報 說很好聽 林宏池一樣可以傳達上面之旨意 但是就可以傳達給這些立法委員 把王金平架空了 其實這還是叫五人小組嘛 只是老馬不想看老王 原來的五人小組 觀眾朋友我幫各位複習一下 總統 副總統 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 還有一個就是國民黨的秘書長 副主席曾永泉 對不對 好啦 現在呢 王金平你不要來了 因為我不想看到你 不讓立法院院長出現了 對 看到你很尷尬 要看也是10月10號再看 對不對 OK 那他就叫林宏池來頂替他的位置 好 記者就馬上問了一個尷尬的問題 請問一下 曾蔡惠執行長 請問你們開完會 你得到了一些東西之後 你會不會告訴王金平 你知道林宏池怎麼講嗎 怎麼會講 告訴你 林宏池也是一副柔軟的身段 他不是一開始在接受訪問時就講嗎 他說王金平在議會 這個有很多年的資歷 有很多事還是要向他請教嘛 對不對 第二個他不是也講嗎 他說 得到了什麼東西 只要是跟議事有關的 我還是會跟王院長報告啦 這樣懂了吧 你有沒有發現林宏池很像一個人 很像什麼人 他們之間的一個溝通橋樑 你的意思是說 很尷尬的一個人 有這樣的方式來溝通嘛 Bingo 對不對 可是你想到這件事 我還想到另外一件事 就是馬王關西搞成這樣 像不像當初康熙要撤三番一樣啊 各位看一下 來馬英九當然就是康熙帝 對不對 那王金平呢 就是那三番之王裡頭的平溪王吳三貴 他想要幹嘛 造反 然後呢 尚可喜 耿金鐘 來 耿金鐘在這 連戰 尚可喜就是連勝文 連家父子也都是個王嘛 我們知道的四大家族之一嘛 對不對 好 這裡頭這角色怎麼辦也 我跟各位講 你看 王金平這一次有沒有 他是不是他 幾乎是跟馬英九這樣子互相宣戰 像不像都是吳三貴 直接跟康熙鬧翻臉 對 對不對 好 再來 連勝文跟耿金鐘這兩個 一開始是不是本來 風向球是站在這邊的 但是後來是不是又出來說 想要搓湯圓 這跟耿金鐘和尚可喜 突然跑去跟康熙說 我們願意率先招降 有沒有很類似 好 再來 蘇貞昌的角色是鄭金 鄭金是誰 鄭金就是鄭成功的後代 當初鄭金是不是趁這個時候 平三番之亂的時候 鄭金突然起兵攻打清朝 可是大家知道 康熙帝一開始態度有多硬 因為他年少得志他很硬 結果他的奶奶勸他不要這麼硬 孫兒不要這麼硬 他開始放軟姿態 他開始以退為進 他開始接受大家的招降 結果他的民調是不是 只是康熙的民調就上來 就跟馬英九的民調上來是一樣 現在號稱回到21% 你知道這裡頭 讓我想到一個人物是誰嗎 誰 就是陝西提督王府城 當時康熙招降了他 結果獲得了很多很多的兵力補充 因此吳三貴後來也就育政乏力了 講到這邊 大家覺得這個比喻似乎真的 前半段都好接近 但是後半段會一樣嗎 想不想知道三番之亂的後半段是什麼 後半段 吳三貴後來稱帝沒多久就病死了 是啊 那是不是這裡頭如果跟歷史一比照 這背後有沒有人會想要稱帝呢 那後來會不會又怎麼死都不知道 我不曉得 但是我只想說 歷史有時候跟現在的事情一比起來 巧合之處很多啊 九月的王馬之爭在上個禮拜二 大家看到那電視上面出現的場景就是 立法院裡面鬧哄哄的 行政院長江一化上不了台 即使到了當天傍晚時刻 江一化連那個首長席都走不出來 這樣的場景 明天是否又要再上演呢 來問問看 蔡委員 你們在明天的時候的策略是什麼 要不要上台啊 都在江一化 他個人的決定 怎麼說 民進黨團提出的一個道歉 四個條件 事實上都關係到憲政分際 憲法秩序 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如果江一化 連這個最起碼的道歉 他都不願意做的話 那民進黨當然是焦土抗爭 所以蔡委員 您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院長 江院長他不願意道歉的話 其實後面一切就免台了 沒有道歉就沒有上台 這就是我們的原則 沒有道歉就沒有上台 另外有些人說 那整個立法院會不會空轉 我告訴大家不會 不會 只有江一化沒有辦法去做施政報告 那其他的委員會 今天都已經選了招圍 那從禮拜三開始 各個委員會都開始運作 包括要拼經濟的46個法案 都要送到立法院的委員會裡面去審查 所以說空轉的話是言過其始 另外我們也呼籲 江一化院長 應該對社會做出適度的回應 九月政爭搞得社會焦慮 人心不安 這個時候 你如果10月1號還要漲電價的話 我相信人民會更對 這個政府有怨對 所以我是希望 雖然你不能上台報告 但是他在行政院裡面還是可以宣布 是否能夠緩账這個電價 這個是民進黨的四個條件 之中的一個條件 所以蔡委員 那這樣意思就是說 這四個條件一定要院長都能夠同意 如果這四個條件 院長都不願意去同意這些事情 其中一項不願意的話 那就一切都免談了是不是 我們認為是道歉是必要的條件 發動了九月風暴 九月政爭 淚殺王金平 真的是造成社會很大的動盪 所以你至少要針對這個 發動政爭 以及對王金平對立法院的 這個破壞憲政制衡的奮計 以及不尊重立法院長王金平 這個部分向立法院 向全國人民道歉 這個是最起碼 這是一個反行 這是一個反攻制行 如果連這個都做不到 那奢談說立法行政兩院的 互動會好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可以協商 但是最起碼的道歉 江一話至少要把這個動作做出來 態度要表達出來 那委員 像國民黨跟民進黨之間的朝野協商 王院長好像有從中在做一些協調 那現在協商的結果又是如何 王金平院長非常希望江一話能夠上台報告 他仍然堅持他的所謂中道理性的這種態度 他不希望朝野為了他的事情 去那邊互鬥或者互槓 這是王金平的立場 所以王院長並沒有說不希望江院長上台去 王院長他拜託民進黨團讓他上台 但是我們今天不是在保王 也不是在保護王金平怎麼樣 我們只是希望憲法的奮祭跟憲政的秩序 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不容許一個總統跟一個行政院長 違法捐聽濫權蒐正 這種大是大非也要把它查清楚 把它查清楚之後 我相信整個國家人民才會安心 各位可以看到我手上這是一個報導 我們從監督委員會 監督行動聯盟拿到的資料 一年我們國家申請到的監督票 高達1.5萬件 1.5萬件台灣2300萬同胞 跟美國2 3億人 申請的監聽案件一樣多 整個美國也是1萬5千件 我們台灣居然高達1萬5千件 所以全國的人民 很多人都被監聽 監聽的比例比較高 這個證明說我們的治安單位 檢調單位不認真用科學方法辦案 都在用監聽在辦案 所以這個監聽太腐爛了 大家感同身受